捐血一袋救人一命 但是如果在捐血前吃了富含高油脂的食物 却有可能因为用餐后 血中的三酸甘油脂升高 渗入血液循环而造成乳鸣血 一般会销毁不使用 它是因为里面的三酸甘油脂含量高 颗粒大 它会折光 所以看起来就是变成乳白色 锅添水煎包炸猪排在烹调时 食物本身就吸附了相当程度的油脂 甚至火锅高汤饮用过多时 都会造成乳鸣血 皆不宜在捐血前食用 尤其在捐全血时 乳鸣血一开始是无法事先判断的 捐全血的时候呢 我们扎手指头的时候呢 比较就是没有办法判断 你是不是有乳鸣血 所以必须等你捐进来以后 我们再离心才有办法判断 必须注意的是 如果十次捐血出现八次乳鸣血 建议就要前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确认是否有家族性高血脂等疾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